许多人不理解为什么马里乌波尔平民死亡那么多 城市被摧毁得那么厉害 远超过不查事件的平民死亡数据 为何国际社会反应如此强烈 其实道理非常简单 战场上的狂轰滥炸造成的平民死亡 可以用战火无情来辩解 但将平民捆绑之后 生前进行各种残酷折磨 强暴 然后再近距离枪杀 性质完全不同 昨天 当地时间4月9日 不查阵又在一个废弃的寒洞里面 发现了6具遇难平民的遗体 也是被近距离枪杀 在一处教堂附近的乱坟岗里 新发现了20具尸体 其中两名是吴士兵 18位平民 乌司法部门也在逐个调查他们的死因 现在国际调查组织和乌克兰司法部门 已经对不查阵所有遇难平民的遗体进行尸检 每个遇难者都按司法程序进行立案 做非常严谨的调查取证 因此 不管凶手是谁 将来必定难逃司法追责的 4月8日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到访不查阵 站在一处乱坟岗前 看到许多乌司法部门完成尸检程序 正准备埋葬的遇难者遗体 这位老恋的政治家惊恐 悲愤的表情 被现场媒体记者准确地抓拍了下来 西方阵营国家绝大多数民众对不查事件的看法 跟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这副表情大同小异 只是惊恐和悲愤的程度稍有不同 我说过 西方这些走邪路国家 政客们的饭碗是民众选票决定的 因此 他们的所有内政外交政策 不得不服从与服务于大多数民众的利益 否则 他们屁股下面的位子就一定不保 只有认识西方阵营这个本质 才能看清不查事件 对俄乌冲突和国际格局变化带来的巨大影响 用阴谋论 利益智商论来解释当下发生的一切 必定与事实真相背道而驰 用来推测未来变局的发展走向 必定与实际情况南辕北辙 毫不夸张地说 看懂了冯德莱恩这张满脸惊恐悲愤的照片 就基本看懂了俄乌冲突和国际格局变化的未来走向 我还必须告诉大家一个事实 据最近多个民调显示 超过70%的俄罗斯民众支持对乌克兰的军事行动 而且战事爆发以来 这个支持率是持续上升的 这也是西方阵营发誓要打败俄罗斯的一个重要原因 尽管西方政客们嘴上绝不会承认 今天 4月10日 国内权威媒体合格大门户网站的一篇报道 基本反映了俄乌冲突带来的国际格局大变化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9日报道 委内瑞拉总统尼古拉斯马杜罗表示 西方国家正寻求与俄罗斯开战 以肢解俄罗斯结束多极世界 这为俄罗斯铁杆小兄弟的原话是这么说的 西方正在协调经济 外交和政治方面的努力 以对抗俄罗斯 从委内瑞拉的角度来看 他们正在寻求开战 以肢解俄罗斯 终结多极世界的希望 坦率地说 我对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印象真的不好 但他周五晚上能说出这番言论 有这个见识 确实令我对他刮目相看 这位在委内瑞拉反对党 掌握了国家议会多数席位 且控制了几乎全部地方政权的情况下 还能在风雨飘摇中坐稳总统职位的人 真不是我原本印象中的草包一个 确实有高于一般人的政治智慧 我一直认为 凡是能在激烈竞争中 过五官斩六将 最终脱颖而出的政治人物 都非等闲之辈 任何脸谱化的非黑即白思维 必定不能客观反映 一个人的本来面目 对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如此 对俄罗斯总统普京也一样 我看被许多人整天嘲讽的 美国总统拜登 英国首相约翰逊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是如此 表扬了马杜罗先生之后 我得好好表扬一下英国首相约翰逊 当然 这会招致许多人的反感 过去24小时最大的新闻 除了那个不能深入分析的 乌东一座火车站大量平民 被炸身亡的悲剧事件 就是当地时间4月9日 英国首相约翰逊 突然秘密到访基辅 不但与泽连斯基举行了一对一会谈 而且两人肩并肩走上基辅街头 英国首相府发言人9日表示 首相约翰逊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将讨论 英国对乌克兰的长期支持 首相回国后将立即制定 对乌克兰一揽子新的财政和军事援助计划 英国首相约翰逊 在前往基辅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见时公开表示 英国将向乌克兰提供装甲车核心的反舰导弹系统 其实据我所知 英国已经向乌克兰方面提供了少量反舰导弹系统 并且已经运抵了乌克兰 英国向乌克兰提供了 与标枪并驾齐驱的大量NLAW便携式反坦克导弹 比独次操作复杂 弹性能更为优越的星光低空防空导弹 更厉害的是 英国已经向乌克兰提交AS-90自行榴弹炮 以及乌克兰急需的反舰导弹系统 是西方阵营第一个向乌克兰提供这类重型大杀器的国家 卫乌军熟练使用该火炮和反舰导弹 英国还花费巨资在波兰培训了2200名乌军人 此外 英国政府批准向乌克兰提供的大量装甲车 即将开始起运 如果说大多数欧洲国家 甚至西方的领头羊美国 都在协调向乌克兰提供乌军熟练使用的苏式重装备 那英国向乌克兰提供的军援 则全是北约发达国家使用的现役先进装备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 由于英国、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家提供的 北约现役装备越来越多 乌克兰军队的装备将逐步由苏式武器为主 转向使用北约新装备为主 大量的乌克兰军人 目前正在波兰、罗马尼亚境内 接受赢美、澳、加军士教官的培训 学会如何使用这些国家提供的新军事装备 在这些新装备运抵乌克兰之后 立马就可以投入使用 俄乌冲突发生前 约翰逊跟拜登都对全世界发出了最为清晰的预告 同时对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出了最为严厉的警告 发誓一旦俄罗斯进攻乌克兰 英国将站在乌克兰一边 联合西方盟友共同打败入侵乌克兰的俄军 战争爆发前后 英国向乌克兰提供了大量战场上最为实用的反坦克 反装甲核防空单兵导弹 很快又不顾整个西方阵营担心战争溢出乌克兰 甚至引发核战争的担忧 在不查事件发生之前 级帅先向乌克兰提供了远程火炮和反舰导弹系统 不查事件发生后 约翰逊是第一个公开喊出必须彻底打败俄罗斯 只接受乌克兰取胜 这个唯一结果的西方领导人 后来许多西方国家首脑跟着他喊出这个口号 并且写进了北约外长扩大会议的会后声明中 约翰逊这些远见着实和果敢行为 将奠定他作为西方知名政治家的地位 对俄罗斯截然不同的态度 也是英国下决心脱离欧盟的一个重要原因 西方阵营正在进行二战后最大的军事动员 在结束俄乌冲突时 军事装备集结的规模 即使不超过两次伊拉克战争 至少大致相当 如果将来战争失控 那绝对会成为二战后最大的军事行动 因为俄罗斯是一个拥和大国 西方国家从一开始就不敢出兵参战 甚至不敢提供重型军事装备 现在基本上放开了手脚 虽然仍强调绝不出兵参战 只向乌克兰提供军事装备和经济援助 但援助规模和武器质量大幅升级 且派出大量军事教官 在临近乌克兰的周边北约国家 对乌克兰军人进行如何使用这些军事装备的培训 美国和北约组织同时向东欧地区 大量增加军队和军事装备 应对战争可能溢出乌克兰的最坏准备 在西方阵营几个大国中 英国俨然成为整个西方阵营的领头羊 连美国也被英国带着跑 美国出前出力最多 尤其是在提供战场情报 协调盟友支持乌克兰方面不遗余力 德国彻底摆脱了二战战败国的阴影 出前出力仅次于美国和英国 日本除了已经公开的军事和人道主义物资援助 可能还像设在欧洲的多个 支持乌克兰的政府基金 提供了大量秘密资金援助 援助总规模应该排在美 英 德 澳大利亚 加拿大后面 法国表现得最为犹豫 对乌克兰的援助最不给力 因此法国总统马克龙 招致波兰总理的公开嘲讽 除了上面这几个西方阵营大国 在中小国家中 支持乌克兰最给力的是波兰 波罗的海三国 其次是罗马尼亚 除原本俄罗斯控制下的独联体国家外 欧洲国家中公开表示 以自己国家利益为重 不在俄乌冲突中选边站的国家只有两个 一个是匈牙利 一个是塞尔维亚 塞尔维亚与俄罗斯历史文化同源 而且放不下前南联盟继承人的架子 心向俄罗斯情有可原 但深受前苏联所害 与俄罗斯历史上有血涵深仇 且为北约欧盟成员国的匈牙利 却仅仅因为离不开俄罗斯廉价能源石油 天然气 煤炭 就选择中立政策 确实颠覆了我对匈牙利这个国家的印象 除了匈牙利 塞尔维亚和一些原本依附于俄罗斯的小国家 其他欧洲国家都是一边倒的 支持乌克兰 除了约翰逊突然访问基辅 过去24小时 还有一则与俄乌冲突相关的重要新闻 就是俄罗斯调整了 对乌特别军事行动的指挥机构 普京任命俄罗斯南部军区司令 亚历山大德沃尔尼科夫大将为俄罗斯 在乌克兰的军事行动的战区总指挥官 以加强战争行动的协调能力 而非像之前那样 各战场的指挥官直接向莫斯科汇报 现年60岁的德沃尔尼科夫 是俄罗斯在叙利亚军事行动的第一任指挥官 西方阵营对他非常熟悉 俄军在叙利亚的作战行动 跟攻击马里乌波尔相同 都是先对攻击目标进行狂轰滥炸 然后进行重装甲突击 从他最近的军装上看 似乎刚刚从上将晋升为大将 俄队务特别军事行动 尤德沃尔尼科夫大将总指挥 是否能比俄罗斯国防部和总统普京 亲自指挥更专业 更有效率呢 在我看来 真的未必 以我对俄罗斯体制的了解 俄罗斯大将十几位 他们无论是过往军中传奇的资历 还是跟普京总统的亲密程度 大多在德沃尔尼科夫之上 就照片中这位大将军 束手束脚 成黄成孔的面部表情 真看不出有任何过人的魄力 能在战场上创造出什么奇迹来 像俄乌冲突这样的大规模战争 看似俄乌两个国家之间的冲突 实质是俄罗斯 与整个西方阵营综合实力的较量 包括人口规模 经济总量与工业制造能力 科技水平 军事实力 武器装备 战场情报能力 军人战斗意志等 无论哪个方面 整个西方阵营 都有碾压俄罗斯的实力 包括许多人津津乐道 认为俄罗斯战无不胜的核战争能力 核导弹防御体系 决定这场战争胜负的 是两个阵营上述综合实力的较量 而绝非某个指挥人员的如何高明 因此 我不认为俄罗斯调整作战指挥机构 会改善战场上此消彼长的大趋势 现在美国 英国和北约都发出警告 认为俄军将在4月15日前后 完成在乌东地区的重新集结 发起一场大规模的进攻 我之前介绍过 西方核乌克兰情报军显示 俄军计划在5月9日前 达成完全占领顿巴斯两个分离地区 同时将克里米亚与顿巴斯地区 连成一片的军事目标 然后停火 结束乌克兰的军事行动 我认为 给俄军留下实现这个军事目标的时间 已经不多 而且正如我一直以来强调的那样 大规模战争一旦爆发 除非发动战争的一方 取得压倒性的胜利 何时停火 就得由对方说了算 而不由发动战争一方来决定 对俄罗斯最为有利的上上之策 还是立即无条件停火 撤军 然后坐下来谈判 在不查事件发生后 随着西方阵营提供的 大量重型进攻性装备 交付无军手中 留给俄军主动撤军的时间 已经不多了 我这个判断 大家可以用时间来验证 在乌克兰内部 被不查事件激发出来的国家意识 和对俄罗斯的敌对情绪空前增长 这种影响同样极为巨大而深远 当地时间9日 乌克兰宣布 对俄罗斯实施贸易禁运 俄罗斯货物将不得进口至 乌克兰关税区 同时 乌政府当天废止了 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之间 关于相互承认教育和学位文件的协议 以及两国之间的科技合作条约 加上乌克兰之前通过的 没收乌克兰境内俄罗斯政府 企业和公民财产的法律 乌克兰跟俄罗斯 完全处在了事实上的敌对国家状态 说完了上面这些 决定战争最终胜负的大事 再来简单介绍一下 过去24小时战场上的具体情况 按最新战况图 从上往下顺时针方向 俄军已经完全撤离了基辅 切尔尼哥夫 苏梅这三个州 乌军和边防人员重新控制了边境 少数逃进森林中的俄军失散人员 因难以忍受的饥饿等原因 已经基本上走出隐藏的举手投降 乌地方政府正迅速恢复 上述地区的正常生活 重点是清理废墟 寻找失踪和遇难人员 以及发放人道主义物资 在乌克兰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 部分从乌西部和北部撤出的俄军 在俄罗斯境内重新集结后 开始源源不断地投入 哈尔科夫西北面东北部 加强哈尔科夫整个北面和东面的军事压力 但俄军目前尚未进入该市近郊 哈尔科夫西面和南面 牢牢控制在乌军手中 与整个乌克兰大后方连成一片 哈尔科夫周边最激烈的战斗 依然发生在该市东南部的19母附近 双方集中兵力反复争夺 过去一周双方进展都不大 打成了胶着状态 各自伤亡惨重 昨天有乌克兰朋友给我留言 说我文章中提到 19母已经被俄军完全占领不实 希望我能纠正 我看了大量资料 确信该市市区确实已经被俄军占领多时 虽然该市西边和南边近郊地区一直在乌军牢牢控制中 东边双方正在进行激烈争夺 但是中心和北面大片地方 确实被俄军占领了 携带美国英国和北约其他国家支援的重型装备 正从乌克兰西部赶来支援19母的乌克兰精锐部队 可能从西部和东部两个方面发起对俄军的进攻 从而对此地俄军来一个反包围 但目前这只是外人看地图的猜想 具体怎么打 还得由美国提供的战场情报信息 和乌军统帅部来决定 在顿巴斯、顿涅茨克、卢干斯克战线 双方主要还是实施远程火炮核导弹打击 乌军过去24小时 击退了俄方多个方向的小规模试探性进攻 乌方也有主动反击 据乌方战报 在顿巴斯前线 共击退了十多次攻击 摧毁了一批俄军坦克、装甲车和其他军事装备 击落了三架俄军直升机和三枚巡航导弹 大家最关心四面被围的马里乌波尔 激烈的巷战仍在进行中 俄军认为截至4月8日 乌军只剩下3000人 但工业区、海滨区确实目前仍在乌军手中 乌方没有透露守军还剩下多少 我认为战斗人员不少于5000人 请仔细看上面的最新战况图 乌军已经打到马里乌波尔的北大门 黄色虚线部分为双方交战区 一个叫做乌尔诺瓦哈的城镇 如果乌尔诺瓦哈被乌军拿下 离马里乌波尔解围就不远了 考虑到战争的极其残酷性 想对马里乌波尔解围也得稳扎稳打 不是小部队单兵突进能解决的 最不可思议的是 巨多个可靠信息披露 乌空军直升机居然再次冒险 对马里乌波尔守军进行了补给 同时顺利撤出了一批重伤员 乌空军3月26日 有一架武装直升机被俄军击落 28日再次出去五架武装直升机 其中一架被俄军击落 另一架避让导弹时失控坠毁 但乌军直升机救援行动 似乎从未停止过 我查阅了大量资料 也请教了有关军事专家 他们认为乌军确实开辟了一个 就原马里乌波尔守军的直升机走廊 这在俄军层层包围之下 只有一个可能性 就是美国河北约组织 对俄军进行了高强度的电磁干扰 并精心设计了这条直升机走廊 使得俄军雷达和防空系统 发现不了乌军行动 打下这些乌军直升机 完全只能凭运气 这也解释了为何俄军空天军 在乌克兰战场上损失极为惊人 以及俄军空天军 对乌克兰的压倒性优势 无法转变为战场上压倒性的战果 或者说俄军空中优势 实际上大打折扣 在南部 赫尔松减敖德萨战线 乌军不但牢牢守住了之前的战果 而且继续向赫尔松市中心推进 我猜测在西方援助的 重型装备和援军到来之前 乌方不会发起 收复赫尔松式的反击 目前俄军仍拥有重型装备和空中优势 南部港口城市奥德萨 继续受到俄军炮击 损失情况不强 拿到英美提供的 先进反舰导弹系统之后 更断了俄军从海上登陆 攻击奥德萨的梦想 在乌军熟练掌握英 美提供的暗机反舰导弹 这样的大杀器之后 俄罗斯强大的黑海舰队 将来可能受到毁灭性打击 乌军自开战以来 击沉了俄方七艘军舰和快艇 其中只有一艘大型登陆舰 和一艘中型军舰 其他都是小型快艇 大戏还没有开场 最后 重复一下 我昨天提出的俄乌冲突 未来可能分三个阶段进行 第一个阶段 从现在算起 大约三个月左右 乌军反击战会将战线 推到2月24日 战争爆发之前的时控线 然后双方会坐下来进行谈判 第二个阶段 如果俄军不同意 从顿巴斯撤军 那么乌军发起第二次反击战 收复除克里米亚半岛以外的 所有领土 之后俄乌双方会再坐下来谈判 双方谈判和军事行动结束 需要再增加三个月左右时间 第三个阶段 如果俄方坚持 克里米亚属于俄方领土 拒绝承诺 在约定的时间内归还 乌军会发起武力 收复克里米亚的军事行动 谈判和军事行动 结束的时间加起来 仍是三个月左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